截止到22日 意大利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到了59,138例 接近600 3月21日 意大利的新增死亡病例达到了793例 新增确诊病例6,557例 这两项新增数据 几乎是上了一个恐怖的台阶 平均每两分钟就有约一人死亡 这个国家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然而这个时候 对它伸出援手的 却不是与其联系纽带最为紧密的西方社会 在意大利的新增数据 意大利疫情爆发以后 中国已经先后派遣了 两批医疗专家组 携医疗物资奔赴意大利 意大利方面表示 中国专家组是第一批抵达意大利的国际援助者 此前由于医疗资源短缺 意大利曾呼吁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但在中国作出回应前 没有一个欧盟国家响应意大利的呼吁 在中国火速持缘后 俄罗斯与古巴本周末 也向意大利派遣医疗专家 面对意大利不断攀升的确诊与死亡数字 美国做了什么呢 连通电话都没有 只有迅速而果断地宣布断行 以及禁止14天内 去过意大利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如果说意大利和美国还跨着大西洋 那意大利的欧洲朋友们 目前做了什么呢 发钱 还不是直接发给意大利的那种 但是意大利现在缺的不是钱 是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 据意大利媒体统计 现在意大利最缺的口罩 至少已经被欧洲邻国扣留了1900万个了 医务人员没有防护装备 感染率已经占到总感染人数的8.7%左右 截止19日 意大利已有3754名医护人员感染 其中14位医生 118位护士和急救人员 因为抗击疫情牺牲 这次的疫情对一个欧洲 必然会造成冲击 面临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欧盟应急机制起的作用有限 只能依靠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意向 而很显然 意大利现在已经尝到了 欧洲各国不愿合作的苦果 而美国在这次疫情中 继续坚持的美国优先原则 也会在欧美盟友关系中再插上一刀 疫情爆发 美国不再是一个慷慨的全球领导者 相反 他们想到的只有自己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 古巴 俄罗斯这些 以往在国际舞台上 一直被西方国家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的国家 一次又一次 对全世界遭受疫情冲击的地区 伸出援手 这次疫情 扯下了多少文明社会的遮羞布 对全世界遭受疫情冲击的地区 对全世界遭受疫情冲击的地区